能知道第一恩吗? 我们很难了解 没有第一恩的世界是如何存在 但是我们更难理解到 第一恩是如何成为存在的开端 按照佛陀的看法 为生命或者事物尋求第一恩 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因为在一般经验中 恩变为果 果成为恩 在恩果循环里面 第一恩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有关生命之缘 在相应报经中 佛陀宣称过 在生死轮回中 没有可以认定的目标 人被愚痴所阻挠 和贪欲所束缚 人的最初开始是不可知的 这样生命之全流 只要不离贪和痴 那混逐之水就无止尽 只有当这两种 愚痴和贪着被切断的时候 生命全流才不会再泛滥 只有到那个时候 再生才会结束 我们很难理解到空间的进头 我们也很难理解到时间的永恒性 我们更加不可能去理解 一旦没有了时间 但时间又会是如何的呢 同样地 我们要理解 世界 如何由第一个恩 到存在 亦都相当困难 而要在最初一开始 第一恩 如何进入存在 更加困难 因为假使第一恩 能够不被创造而存在 那就无理由说 宇宙另外的现象 是没有被创造 就不能生存了 要问 何以没有第一恩 而有众生 佛陀的答复是 没有答案 因为问题本身 只是人的有限理解力所引起的 假使我们能够理解时间 和相对性的本质 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世界是可以没有开端的 我们只能够指出 所有有关这些问题的解答 基本上都是有瑕疵的 如果我们假设 每个生命的存在 都必须要有一个创造者 那谁是创造者以前的存在呢 依照逻辑 创造者自己 也必须要有一个创造者 如此向后推理 就无穷无尽了 反过来说 如果创造者能够不需要有一个前因 即是其他形态的创造者 而存在 那整个争论 就无结果了 有关创造者的理论 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 他只是使得 已经存在的问题 更复杂而移 佛陀不大讨论 有关世界起源的理论 或者信仰 无论世界 是被上帝所做的 或者是自发性的存在 对佛教徒的修持 都不会造成不同的 无论宇宙是有限 或者无限 佛教徒依然是佛教徒 佛陀告诉人 要努力去寻求他自己的解脱 而不是去做无补于事的推测 当佛陀被他的弟子 穆灵加佛 问及有关生命资源的时候 佛陀讲给他听一个寓言故事 有一个人被毒箭所伤害 他不是要亲戚 代他去找医生 拔出毒箭治疗伤口 反而坚持要找出 谁是射他的人 他是什么肤色 他在哪里来的 那支箭是用什么造成的 谁去做那支箭 佛陀指出 他在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之前 那个人已经死了很久了 科学家已经发现很多成为生命 植物 星球的要素 和其他能源的原因 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为他们的存在 找出任何特殊的第一恩 假使他们继续寻求第一恩 在一个接一个的过程中 他们将会返回来源处 因为恩变成果 果又变成另一个结果的恩 那个就是佛陀所说 这是不可思议的 宇宙是无开此的 他是否忽然 在后来 你会订成事 我会订成一楼 尤其是事 不同的观点 会认得很高兴 鲁钟 为舆语 你原本